赖清德当选民进党主席 团结全党重新插量两个招牌 什么两个招牌 我看一下 青莲情政爱乡土 跟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两块招牌 应该是说新竹执政品质保证吧 市长站起来 李维站起来 李文都站起来 秦秦一个庄 跟丹南市民质保证 不能一天到晚被我们被讲说 台南是永远选议长都有问题啊 党员直接点出台南黑金问题 就连在地立委也不流行 八十八千在我这里 炉渣在我的山区 光电在我的选区 这个赖小姐我真的很想要问 你这个眉头紧缩成这样子 黑金在我这边 炉渣在我这边 八十八强在我这边 议长跑票在我这边 都在你这边 那你为什么要投给民进党 你的头脑在哪边 你觉得他头脑不见得打三好不好 你们都知道问题 啊为什么还要支持民进党啦 欸 欸 头脑不见得打开 你都知道那种米炒生意啊 炸碎面 萝卜没挑过 失败 面一吃就烂 失败 猪血一吃就烂 失败 最恐怖的是那个大肠 它有一块食 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个炸碎面 你就不要吃你吃别的嘛 你就选给其他的党嘛 这些人才是最莫名其妙的吧 过去 郭民党是跟乌军挂车会 那当时 两千空二十年 是跟我们民进党挂车会 靠谣 不要 哎呀 妈祖要妈祖要尊敬一下 你们出事情 又提到国民党干什么啦 国民党是没有得到教训吗 国民党得到教训 才会让你们民进党得逞好不好 你认同的打一好不好 你得逞了那六年了 你还在怪国民党 你这个妈祖这样子 你这样子 有一天真的妈祖会生气 陈廷飞 这几天老大看这个画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逻辑性的问题 他鞠躬的意思是什么 是自己做得不好 台南的黑金 新竹的棒球场弊案 黑道的问题 论文的抄袭 疫苗高端的问题 两岸要打起来 兵役延长的问题 如果自己知道错 那代表高嘉宇跟王世坚 讲的都没有错啊 那为什么民进党的人 要去攻击王世坚跟高嘉宇 要叫他们退党 如果王世坚跟高嘉宇 都是魔黑 那赶快把这两个人退党啊 要不做退党 要不承认上面的弊案 看来到底在鞠躬什么 到底在团结什么 他指的团结 到底是团结什么 小一小面打上来 对啊 如果你知道错的话 那你应该赖清德 要在这些胜利的面前 勇敢的说出真相 就是王世坚跟高嘉宇 讲的是对的 我今天不做党主席 就王世坚来做 哈哈哈哈 如果有承认错的话 有检讨的话 就两个人讲的是对 如果他们两个人 做这些事情都是错 都是抹黑的 高世坚跟王嘉宇 赶快退党啊 民进党现在整个 论述的逻辑都不知道 所以道歉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啊 啊道歉就算了 又讲到大陆 又讲到国民党 所以这一切黑金 这些新竹的弊案 都是大陆的问题 都是国民党的问题吗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道歉什么 在团结什么 你们在讲什么啦 我刚才讲高世坚吗 高世坚跟王嘉宇 赶快退党啊 高世坚的名字也蛮好听啦 就王高两个人啦 高王两个人 还蛮鸡歪什么啦 你也知道老大的逻辑 要一直一直转一直转 你好 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